我們過去一個半月以來 孕鵬每一天 拜會了我們幾千位 我們桃園市民朋友 終於還是確診了 我更要感謝我背後的這些好朋友 他們在上個禮拜 孕鵬在確診隔離期間 他們來到桃園 而受到大家關注的是 熱愛動漫公仔的鄭孕鵬 帶著電影星際大戰中 絕地武士拿的光劍上台 當作簡報筆 最後蘇貞昌 鄭文燦等人一起上台 也拿著光劍 只不過主角鄭孕鵬 卻無法和前來幫忙的黨內同志們 一起拍照 還是派出了人形立牌 因為他還在確診者 7加7的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要和他人保持社交距離 因此是獨自上台演說 沒有參加大合照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